有一名女子搭乘淡水线在捷运车厢里面 惊觉自己身体被磨蹭了 一转身才发现遭到了一名中年男子性骚扰 气着在车厢内就要抓他 但是这个男子趁着列车停靠的时候呢 逃出车外还试图翻墙逃跑 最后被捷运警卫跟辖区警方连手带回 在捷运上性骚女乘客 男子必逮后头低到不能再低 10号晚间一名58岁的周西男子 在淡水线往北投方向的捷运上性骚女乘客 是和女子气得要抓他 两人在车厢内追逐 男子趁车停靠月台时逃出车外 竟然还跳向对象月台轨道想翻越外墙逃离 不过外墙太高翻墙失败遭到警卫带回 回顾整起事发经过晚间9点13分 捷运到复兴港镇男子下车逃跑 行控中心接到通知后马上断电 接着北投与复兴港镇长进到捷运区包称 9点19分由复兴港镇长带回男子交给远警处理 晚间11点带回官渡所征讯 记者新北市综合报道